来进入今天的律师解答 云先生咨询 一个月之前啊 他在批发市场租了一间店铺 租期一年 租金是六万 但是最近呢 他发现了更合适的地方 所以就想单方面解约 但问题是 之前已经签的合同当中注明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解约的话 他要是付违约金的 而且违约金是房租的半年房租 也就将近三万块钱 他想咨询一下 这么高的违约金合理吗 他该不该付这钱 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 江苏法德永恒律师事务所的陈耿律师 陈律师请 合同法规定 如果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 予以这个增加 如果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予以降低 对于一个一年期的房屋租赁合同而言 半年的房屋租金确实高了一些 所以建议于先生跟房东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不成 房东起诉到法院的 于先生可以向法院请求对于这个违约金的标准予以适当调整降低 好 感谢陈总律师 也谢谢大家关注今天的法治集集号 再会